很多时候都没有一个手语的圈圈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资讯都不太流通 他们不太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大事 以手语传达资讯的龙耳电视 有时事新闻、饮食节目 还有电影介绍和鬼故节目 找题目、写稿、拍摄、主持和制作等等 全部都是由六个同事负责 他们有见听的,也有龙人 龙人主持黑猪是开荒牛之一 他本身只是龙人服务机构龙耳的手语导师 两年多前就开始用手机拍摄活动宣传片 他这日就出外景拍摄饮食节目了 在媒体上宣传出去的时候 有很多龙人报名 知道这个方法对龙人朋友是最好的 当时龙耳中心有很多龙人会员 代入传销骗局 他就以手语短片解释传销的阴谋 用来提醒会员 计划后来还得到基金支持 龙耳网上电视得以正式成立 甚至有手语翻译节目教人怎么去照顾 妈妈听不到 所以他们真的要抱着小朋友 抱着孩子躺在旁边 小朋友动一动就会醒醒 所以龙耳就将卫生署的育婴指南翻译成手语 教妈妈怎么去喂食 换尿片和如何抱孩子 主持人主要就是以手语表达讯息 身兼监制和摄影师的喀神不懂手语 就需要更多的拍摄时间去了解内容 曾经在电视台工作的他 还要习惯以画面取代声音 可能在电视上一些主持 可能他会比较近镜点 但是我们因为做手语的关系 我们不可以认得那么近 角度或者取景的构图 也要就手语的画面去配合 他们现在更加在节目中加入声音 希望见听人士都可以一起收看 做到龙见共荣 不过作为社企 他们就要自负盈亏了 而第二辑的臭仔子男就还在囚责资金